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你看这棵树 本来就差不多一米高 你看 阳光照下来 我一辈子在卢森堡公园 在纽约 很多植物 我也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植物 没有印象有植物 我们找地是从2006年开始找地 找到两年 我太太也靠感觉的 我每一次经过遗连 然后开到这边 在这附近就觉得气很快 我们都一口同声都说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称作灰绿色吧 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越往南边水越漂亮 像那一种碧绿色 我现在可以画出来这么多颜色 是因为海很多水嘛 然后从空气中又跑出来那些颜色 那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那在台东差不多四点多就醒了 然后就等天亮 六点 六点多钟下来画室 北边的门打开 然后就弄音乐 通常都是巴哈的 古德堡编奏器 封窗把窗子封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的来源 就是因为我画抽象作品比较多 所以不想面对外在的暗扰 不想面对外面的光线 那我一到台东的时候 已经不想封窗了 我知道这种光线太丰富了 比如说黄昏的光线 我老是可以看到一种 英文叫拉文的 早上也有 黄昏也有 很浅的很淡的紫色 那种光线在里面 那个也是作品里面很难画的颜色 你看这些用画的不可能 一定是有很多一层一层 让它从底侧这样慢慢显出来 像这些用笔一去画绝对画不出来 他们发现并在里面 帮助绝对画霸台 帮助绝对画标准的 長時間在我畫室裡面 我工作完了再擦筆 擦刀子 擦手的 這些原料跟顏色 我都把它留下來 那下那個柵欄其實是有一點像那一種 這樣版 台東我們夏天的時候 還有很多椰子樹 我希望表達的是光線 像夏天那一種遮陽板 灑下來太陽很熱的那一種陰影 那台東很多人都說那個花很漂亮 其實那個不一定是花 也許是一個很抽象的印象 也許是有很多淺綠色跟粉紅色合起來那一種顏色 都很自然會跑到我的畫面上 是很抽象的 主要我這些經驗的顏色 都是在大環境裡面感受到的 你看左邊 開始有一點點那個碧綠色 到了見尊於港 就是海水的味道跟海鮮的味道 所以我在師大畢業 我們要教書一年 我在基隆教的時候 就是每天故意租一個畫室 在水邊 就是每天聞到這個味道 覺得很棒 畫室自己 在裡面之後還是用腦筋跟用心 去把它做出來的瘦片 但是每一次 從畫室出來 那個才真的叫顏色 其實我最喜歡的應該是一般人 可能最喜歡的秋天的顏色 非常特別 那一陣子我連續幾天了 空氣中有一點金黃色那種彩霞 過了沒有多久 我在工作的時候 就跑出了那種顏色 那它的秋 看起來就是那種紅葉的感覺 可是它的紅葉其實又不是真的葉子 其實是一系列好像 也是另外一種通道的感覺 甚至還有很多 某一種比較沉重的感覺 我女兒她得了罕見疾病 那在台灣那個罕見疾病也沒有什麼藥可以治療 女兒的身體的病痛她也覺得很不捨 作品裡面看起來有些輕鬆的 但相對來也有一些比較屬於心理層面上面 精神性上一些比較沉重的部分 春夏秋冬系列裡面我們看到有一些 是她自己的寫照 有一些表現的是屬於她台東工作室的 某一種現實的感覺 進到她身體裡面去以後的一些感受 變成一個很特殊的美感 這個展覽 所以我們把它稱成回顧展 因為就是希望說 Cover一次我從年輕的時候 從大學到最近的這一兩年 早期因為可能母親比較早過世 跟父親的關係可能不是那麼接近 因為父親經常不在 所以她小的時候就開始覺得 某一種少年孤獨 甚至某一種欲與管歡的憂鬱 一直都在 所以我每看到教堂 我一定會進裡面 停留很長的時間 1982年 我在巴黎租來一個 在一個電影院的閣樓上 就開始畫出來 《巴黎聖母宴》這個系列 我要表達其實不是建築物本身 我還是想要表達我感受的那一種 比較莊嚴的 比較有精神性 比較神聖的那一種氛圍 《百年廟》其實我是離開台灣 差不多30年再回到台灣 我的感覺是我自己的地方 長大的地方 小時候那一種記憶 然後現在又回來 用我的表現方法 來表現這一種神聖的空間 那我這個人喜歡散步 我還記得滿清楚 那時候還剛回來沒有多久 那我在走路的時候 我就非常激動 就想台灣是我自己的地方 我要從頭來 為什麼我沒有在這邊創作這麼久 《巴黎聖母宴》裡面那種就是十字架 或者甚至它後來發展出來的《遠方之史》裡面 有一些類似像棺材的意象 棺材又像一條船 船也是一個渡的概念 大家也會在裡面加入一些 他個人上的一些比較精神上的關懷 這種關懷裡面包括可能永恆的問題 生死的問題 人到哪裡去 這類的這種表達 有好幾次 我都覺得說 我在不能有新東西 我就這樣 就不再做藝術了 你一直repeat 一直repeat自己 雖然可以賣錢 那這樣在當藝術家幹什麼 你就不需要花三四十年了 都是理想 想做出跟別人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有一天走路到畫室 覺得這一些鐵絲 對我來講 蠻有吸引力的 蠻漂亮的 然後我就慢慢回想 原來我年輕的時候 在畫的行啊 忙啊還有淨化之夜 其實都跟那一些我想表達的蠻接近 很開心 那些人 都看見 這次我會給你 很多人 那些人 都看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0年代就有一部分作品就用这个当命名 分了好几个阶段 90年代的进化这些相对来讲就很暗沉 灰阶然后把画面处理的甚至像壁画一样那种感觉 他对那种某种神秘性 生命的一种神秘奥妙 死亡之后的世界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他个人作品里面一直持续有所探讨的东西 虽然可能不见得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55年这样走起来我蛮清楚 其实每一个系列不一样 但是光还是我最重要的 想表达的严肃在里面 比较大的变化应该就是2007年 他到台东去以后 大家也觉得蛮奇特的就是突然间他的作品变成一个缤纷的世界 那来到这个金尊世情画一这种作品 你突然发现好像画面镂空了 好像他以前那种比较属于官窗子作画的那种内在的光 现在变成了利用外在自然界的光 让他的作品产生另外一种新的空间出来 他把画布揭开了 就剩下一个基底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自画像的一种对比 就是说你就很具体的看到画刷 看到画笔 看到油彩 好像他建立了另外一种创作的方式了 那以后我们会在这一块地上做一个艺术园区对外开放 我常常讲艺术家真的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所以我也希望我以后那个住村艺术的空间 可以也让其他的创作者 可以在这边很安静的生活一两个礼拜 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我相信可以跟我的经验一样 会创作不一样的东西 相信我觉得比较像是 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一辈子一直在走自己很个人的道路 比较是属于这种个人主义的 那种走一个孤独的道路 其实是更不容易的 我相信将来任何书写的台湾艺术人 就应该要去讨论像这样的艺术家 他仍然相信艺术可以进化世界 他相信艺术的美感价值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他个人的一个终极的信仰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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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